过得刚是缺钱了吗 坐拥40亿的德云商业帝国 有必要这么拼吗 三场的京剧连续两次飞跪 如此高风险的动作 别说是年过半百的老人 即便是年轻的演员 也不一定扛得住 在场的观众无不动容 神儿如此的奉献付出 依旧有人不买账 调侃他唱的京剧像帮子 多次暗讽他炒作作秀 如今单说老郭在相声上的造诣 就足以在曲艺发展史中 留下浓重的一笔 换句话说 他完全可以选择退休 但是他却将继承传统 视为继任 就像严和祥所说 我师父现在不奢求 京剧再次繁荣 只为能给后人 留下学习参考的资料 我师父他依然踏实实地 做那些 并不很挣钱 但是留下作品的事 你比如说唱京剧 以他的现在声望跟地位 可以容易挣钱的方式太多了 他完全没必要再四伯的汗流 当然我觉得这就是 他对事业的笃定 他坚持还要留作品 还要出作品 众人皆知 郭德纲为弘扬京剧付出诸多 但是依旧有人说 他郭德纲唱戏就是为了挣钱 别说的那么高尚 殊不知麒麟剧社 开罗支出月亏损近百万 要知道德云社旗下的产业众多 无论是小剧场餐厅还是影视公司 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 如果仅仅是为了盈利 老郭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件出力 不讨好的事情 就像京剧名家刘立荣先生所说 如果不是遇到老郭 陈锋三十年的南派包工怎么能留下资料 先要感谢郭德纲 把这么一个传统老计划 用了三十多年去解释 振兴京剧 立了大功 三场的南派包工完美收官 刘立荣老先生激动晚分 上台后多次表示感谢 感谢现场观众对京剧的支持 感谢郭德纲以及所有演职人员 上这本陈锋三十年的南派包工 重见天日 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 麒麟剧社为何能做到一票难求 麒麟剧社的异曲京剧版 蜜雪冰城备受争议 郭德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老艺术家骂他 离京叛道糟蹋惊惧 殊不知蜜雪冰城的曲谱 源于马三立先生的苏三不要哭 其实传统曲艺 在他创立的那个年代也是非常超前的 所谓的继承传统并不是固首 而是在传统之上开拓创新 就好比八十年代的强盗花旦小羊月楼 演出骤网宠打几时身着比基尼服装 放到现在依旧不过时 吸取名单巡慧生的吸取服装 都是借鉴俄罗斯的服装风格 巡慧生大师 他在当时的这个戏里都是有时代感 包括他的服装 他吸取国外的俄罗斯的披肩啊什么的 他当时在那时代很时尚的 很新潮的 所以当时他就是明星的 大家都追着他 哎呀他怎么会这么想 他怎么这么有想法 如今激公手中的扇子装个机关 都有人骂皆说郭德纲是在作妖 殊不知以前的京剧舞台的机关不景 不输当下的影视特效 1923年上海有出名戏枪毙言润声 一经上映门票可以做到秒回 先不说戏曲的精彩程度 单说舞台不景就足够震撼 在舞台上完全复原了上海所有的街景 台上做的真山真水 警察追捕也在谁的 这都在舞台上真实发生的 舞台上飙车 上场门下场门打开了 就车抓抓抓抓抓 然后专门有观众在剧场外等着看车 你说今天比如说某个剧场演这个戏 我都想就看一看 你这些东西全盘接过来 它不落伍啊 如今麒麟巨社在机关不景上 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现场看过的观众纷纷表示 不仅唱段精彩还融入了很多的现代元素 除了听觉上很享受以外 视觉效果也非常震撼 偶尔还能听到郭老师抖几个包袱 别有一番趣味 或许这就是麒麟巨社能从月挥八十万 做到一票难求的原因 演员麦力姐故事足够精彩 剧场特技特效足够震撼 有包袱有笑到不枯燥 优雅一辈子的轻衣算是被郭德纲给毁了 出零了 老郭一句话 成功把天津评剧院长逗笑场了 先是回头偷笑再是演面大笑 同事都因为抑制不住的笑容而颤抖 郭老师反应也是快 直接借机抖起了包袱 让评剧表演秒变相声专场 张口闭口骑邻居设施为了逃阳 实着是给自己办了一个解放天性的乐园 不仅能唱戏还能挣钱 并且还可以光明正大的占便宜 怪不得郭老师喜欢唱戏 原来台上放飞自我的同时 还有人陪他玩耍 还八步高 小短腿捣持得还挺快 就知道他平时有多皮了 平时只能编排老搭档过过嘴银 但是在京剧舞台上 不仅能跟小姐姐牵手 还可以强身健体 在麒麟剧社不仅有人跟他玩耍 累了还有人给他捏脚 看他台上得意的样子 谁知道回家用不用搓衣板伺候呢